事实上光复香为华联稻米第三大产区 不少农民更是投入光复米产地认证标章 来提升市场竞争力 而光复地区农会为了协助农民并且回馈地方 今天上午是特别办理了光复米买鱼送鱼的促销活动 虽然碰上了凯米台风来袭 不过仍然吸引了大批的民众钱来购买 人气买气强强滚 白天凯米台风还在外海打转之际 光丰地区农会超市人潮买气 似乎是比外头风雨还要来得大 大家人手你一包我一包的产地白米 统统一起打包带回家 买了多少 不然怎么拿着动 你买多少 两千块 他的儿子他的媳妇都会回来 就是都会回来搬货 买两包 这个可以吃多久 不知道耶 我们很多人 光复乡为华联稻米第三大产区 稻米家中面积约700多公顷 农民生产的富田白米香米或者糙米等米种 品质口感都不输华联南区的大米仓 在地民众不为台风来袭争香购买 除了是好吃也要力挺在地农民 一定要支持农会啊 支持农民啊 那你买了几包 我买两包 全力辅导在地稻米产业的光丰地区农会也与农民契作 得知许多农民也支持投入光复米产地认证标章进一步提升市场竞争力 农会也高度肯定 为了协助农民并且回馈地方 今天上午就特别办理光复米买一送一的促销活动 协助推广光复米产地认证的农特产品 所以我们光丰地区农会就是为了行销在地的米 所以我们今天超市特别优惠回馈也能够促进经济 所以我们今天特会买一送一活动 这个限量各种米 糙米白米到我们的香米限量500包 售碗为止 也是一种回馈 也是能够带动我们在地的农村经济 不仅是乡长林青水农会三巨头也都到场全力推广行销 即便凯米台风就要来了 不过仍吸引大批的民众陆陆续续前来购买 任期买气始终都未减退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感谢之外 也期盼大家共同支持在地生产的农特产品 提振受0403地震风塞后冲击的产业经济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